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后观众纷纷给出高分评价非常真实的电影《人生百态》接在故事里 从左至右 海上浮城监制贾张科 主演乌军梅 杨浩宇 谈即为何担任本片监制时 贾张科表示 我和导演严宇熙十分有缘分 他带着视片与我聊了十几分钟后 我就决定要加入了 我觉得通过这样一个真实的事件 能够把我个人熟悉的人生百态描绘出来 非常有观察力 这些都非常打动我于是决定来做这部影片的监制活动现场 王昭帝的扮演者乌军梅 分享了自己对于角色的理解 王昭帝可能是我近几年最颠覆的角色 她是一个有血又肉 有理想 有脾气的女人 她用微弱的力量捍卫自己的家园 其实也代表了一代人的情怀 监制家张科 主演乌军梅影片中 杨浩宇饰演的王根 发自扇几十个耳光的镜头 给观众留下很深的印象 而这场戏拍摄的时候 远远比看着更辛苦杨浩宇套路 我们在影片中看到的是 打了二三十下 其实拍摄的时候 抽了得有二三百下富家女下下的角色 是李梦以往没有尝试过的 她说 下下比较任性 自我是一个很喜欢做自己的女孩 分享幕后故事时 李梦称与李春非常合拍 我主要的对手戏是和李春 她是一个很独立的演员 开拍前一周来 上海体验生活在餐厅打工演员杨浩宇 当天首映现场作物虚席 不仅有大量影迷前来支持 更有多的明星前来捧场 并给予了高度评价 演员于浩宇说道 电影用一种比较诡谐 轻松的手法 表现每个小人物生活的背景 遭遇了挫折 生活中的艰难等 我觉得 这是让观众感动的地方导演王之鱼也分享的看法 乌军梅把一个底层小人物演得非常非常接地气 他和颜浩宇的兄妹情让我流泪 演员李梦同样感动落泪的 还有演员何红杉他说 影片中很多地方都让我激动到流泪 内心触动真的难以言语形容 真的很好演员李凤旭也激动地说道 这个片子从第一个镜头就把我带入了 太真实了 据西海上浮城将于1月25日登陆全国阅线版